9月25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,6年前的这一天,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交付辽宁号航母的入列,使中国真正拥有了一艘作战航母,对于提升海军的装备水平。 提高远洋作战能力,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,辽宁舰的前身是从乌克兰进口的瓦良格号航母,它是苏联时期建造的一艘6万吨极长归动力航母,诞生于大名鼎鼎的黑海造船厂,这个造船厂也命土坎坷,几乎所有的苏联航母,都是从这里下水的,目前仍有几艘活跃在各大洋, 比如俄库自涅佐夫号航母,印度的维克拉玛地亚号航母,不少军迷都知道,中国先后进口了几艘二艘航母,有的买回来就是一个空壳子,有的直接被拖进了拆船厂,有的被改造成航母公园公游人参观, 1999年购买瓦良格号航母时,本来也准备当作娱乐设施,不曾想最后却化身为了中国海军的第一艘航母,这个中间也有不少曲折的小故事,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,瓦良格号航母归国途中遭受了很多曲折,在海上漂浮了两年时间,没有任何的维护措施,任由风吹日晒和雨林, 当托运回国抵达港口时,瓦良格号的船体已经秀气斑斑,看上去让人十分的心疼,后来当瓦良格号航母的船体浮出水面时,很多人都大吃一惊, 只见它的船体上布满了生蚝一样的东西,黑乎乎的一坨一坨,后来才知道这种海鲜一样的东西,叫做藤壶,喜欢栖息在海中固定或浮动的硬物上, 据推测应该是停留在海水中的时间太久,所以瓦良格号航母的船体才布满了藤壶,清除工作也十分费事费力, 如果瓦良格号当时从乌克兰离开时,直接托运回国的话,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, 主要原因是瓦良格号刚出黑海,就受到了一国的阻拦,还提出很多苛刻条件,才被耽搁那么长的时间, 当时购买瓦良格号航母时的价钱并不高,只有2000万美元,因此都以为这艘航母也是只有一个空壳子, 但是当技术专家登上瓦良格号,打开舱门进去检查之后发现,他居然安装了完整的动力系统等宝贵设备, 虽没有全部完工,但仍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,于是从2005年开始, 续建瓦良格号航母的工作正式启动,中国毕竟没有建造万吨级战舰的经验, 更别说是一艘6万吨的航母,因此在续建瓦良格号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, 但是技术专家和船厂工人并没有气馁,而是排除万难,艰苦奋斗,努力钻研, 经过6年的建造,瓦良格号航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, 2012年9月25日,瓦良格号正式命名为辽宁舰加入中国海军序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